色魔殺到 高息股紅春木之意 跌 又是跌 都是跌 美國退市的憂慮 真狡猾老市場出現 令高息和地產股紅味很濃 你說很紅 我又不夠這樣說 但起碼短期的勢就很不夠 整當你是坐書望和 其實高息股或地產股面對的問題 就是因為地產的租金潮漸的空間也很濃 而且賣樓的增加也很濃 那你就 在這個時代來說 暫時股定要向下跳 港股持續受到 美國收市的消息影響 殘烈的152點收市 未退先跌 美國真的退市的時候 怎麼辦呢 這個不重要的了 美國的退市是 問題是遲早的部分 你看到它那個債券息口 你看一下 那些甚至債券 由最低那時1.6 然後到2.8 甚至那麼高 已經在公司加緊 雖然有專家認為 美國有空間等到今年底 至明年初先退市 其實股美國未來一兩年都不會加息 但也有分析 美國分數兩三成 本港樓市可能提升兩三成 就是那句 大家看路了 好 好 好